施慧很会 瑞伦参能 好 谢谢施慧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已经这个兔年了 先给大家拜年 拜个晚年好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拜早年 又跟大家拜晚年 大家兔年这个 蹦蹦跳跳 兔子是 瑞伦是属兔的 偷偷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他几岁了 不用猜啦 不用猜就是 大概是24岁的概念 今天我们请的来宾很特别 是我一个很好姐妹 我可以创业成功 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她的关系 对 因为我们在录节目之前 都会先跟来宾稍微聊 刚才聊很多 然后我聊不过瘾 然后是说 我们直接上节目 我的好姐妹 一定要选在这个时间来 最后出现 因为她现在比较可以不忙 她是个会计师 新竹区第二大的会计事务所 运阳会计事务所 好 让我们先来欢迎 蔡嘉瑜 蔡会计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谢谢瑞伦 谢谢思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运阳联合会计事事务所的 蔡嘉瑜会计师 好 我们节目呢 一百多集来 各行各业人都有 到真的还没有 像理财达人有啦 好几个 我跟嘉老师 但是我们还没有 真的就是会计师 因为其实会计师 在台湾的这个职业别里面 算是几个 像我们经常会提到 像医师啊 会计师啊 这几个都是特别 让人家特别的尊崇 因为这个 这个从业的人 其实相对的不是那么的多 对 上次我们有聊到医师嘛 有 冬元姐妹高手主任 那个是校的 对 那今天会计师 蔡会计师来到我们现场 好 那我跟会计师其实都 我刚才看有几个 我们有跟他有教 我小时候 念书的时候 第一次你看认识多厉害 第一次哦 你看介绍他都可以 我会害羞 因为我有看到您的这个 看到蔡嘉瑜就害羞了 你看到我都不会害羞 我们常见面 因为会计师是标准正统 你先介绍一下 你的学经历好了 你大概 我们来看他的名片 我们来听听看 身为一个会计师 身为一个会计师 要经过哪些学经历 对啊 会计师养成班 像我女儿是念那个新竹高商 我就跟她说 语音啊 妈妈好希望你跟蔡嘉瑜阿姨一样 可以跟她养优秀 其实我一开始 我想知道会计养成到底要怎么做 可以让我的女儿跟你一样 我觉得我们以前 那个年代跟时代 有时候是分数考上了 就念哪里嘛 我也不是正统的说 会计系本科 我一开始是念那个 德明 我们那个时候叫商专 德明商专 银行保险科 对 后来就是决定要插大的时候 其实也是商科系的 每一个科系都是 去考 转学考考看 那因缘机会就考上了文化大厂的会计系 那那时候补会计也是补得很辛苦 因为在那个商科的时候不是念会计系 我女儿会计都考几十分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要去重修大二的初快啊 什么快 一堆会计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也是也没办法过正常的大学生生活 就是边读书边玩乐 就是只能一直修学分修学分 所以是很认真念书的那一种哦 是认真修学分的那一种 对对对 就是真的有在念书的 那后来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觉得说 大师要那时候 其实一开始都很想要进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所以刚师会介绍 拿四大跟大家讲一下 刚师会介绍第二大是 除了四大以外啦 实在是我们比较常听的 比如说情业重信 支撑联合 那个顺序是我随机牌的 好 没关系 对 我怕得罪事务所 按照笔划牌的 安侯建业 KPMG还有安勇 这些大家都常听到 常听到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我们文化大学进不了 四大他们还蛮 我懂你的心情 就像说我如果不是台青教程 当时进不了台积电 所以那你怎么进去四大的 你文化后呢 后来我就去考研究所 对 因为文化是上不了啦 我去考研究所 考研究所跟准备考会计师 那其实我的会计打通任督二脉 真的是在考研究所跟考会计师的准备的那个时候 所以你是在考研究所之前考上会计师吗 还是 没有 会计师第一次没考上 那很难 那研究所上了 那研究所后的研一 那一年会计师上了 等于说我会计师的考试是准备两年 那等于是说还没有在出社会的时候 在学生的期段就考上了 那我一定要问一下 因为虽然我已经是理工背景的理工男 我们对一般所有人大部分 十个你问九个 不管是有没有创业还是工作上 对会计这件事情 它都有存在恐惧感 就像是我那时候念管理的时候 对 采管我就存在恐惧感 因为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数字跟某一些数学 我可以理解 那我要问一下 我帮这个 现在如果你听的是高中职的学生 念会计到底会不会难 评良心这样 分享一下 难啊 但是我会这样讲是因为说 因为我们还没有出社会 对于企业经营没什么感觉 那就只是 纯粹只能从教科书上 这是第一啦 那第二就是说 我们因为学校是教理论 所以它会把 百分之一百二 你可能在职场上 或者说实务上你遇不到的 在教科书上全部都会写进去 都会考量进去 那你就会相对就是说 在读书的过程阶段 会比较辛苦是在这里 读书就是全面性的嘛 对 什么样的状况你都 至少要了解到嘛 对对对 尤其是比如说像税务的部分 光考一个中所税 我们在报税的时候 假设可能是 一个家庭就很单纯嘛 可是他在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考虑说 这个爸爸过世 或娶了小三 或者是有什么 那个义产税 赠予税什么 他就会光个考试就会 财产之争 全部都是把它放进去 就是因为他是教科书啦 所以学生在念的时候 第一个还不到那个体验 就是理论跟实务会有差距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把所有的可能都要把它想进去 那其实 真的是需要花时间跟心力去了解 但是通了 真的就通了 就知道说 为什么税法要这样 我真的觉得会计学这件事情 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像你讲的 就是通了就通了 那不通的时候 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光是看到借方跟贷方 左边跟右边 资产负债表 永远都会搞不清楚 因为比如说 做企业 你不用 因为财务报表有很多 但有三大报表 资产负债表 随益平衡表 现金流量表 还有股东权益变动表 对 你看我们这种 热人好厉害 你财管应该现在还不错啦 没有 我就跟你讲 我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都还保持一定的 对会计这件事情 像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那个财管因为受了伤 所以那时候有一门科目 就类似成本 或者是管理会计这方面 我们本来要惨了 还有那老师很会带 真的 他带完之后 那个overhead 那件事情我就通了 因为很多人就搞不太清楚 包含你如果问诗慧 他也很会跟你讲什么 毛利 净利 其实这些都要懂 对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讲 创业这些东西要懂 那是有个过程 可是在学习的时候 因为如果尤其是 你是不是在实物待过 你去看这些数字 你还真的不懂它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老师有讲 比如成本里面 库存你要算成本 对不对 厉害厉害 那很多人就不懂 我东西放在那里 你要给我算什么成本 对啊 可是就成本会计来讲 它就是一个概念 对 就是成本跟库存 到底差在哪里 所以如果简单几句话 如果现在要往会计 这个学们的这些学生 教一下 我希望我的女儿跟你一样 到底要怎么办 给她们什么建议 或者说应该这样讲 什么样的人 比较适合走这一条路 就比如说像你 应该是很适合走 你就这一辈子 听说考上会计师 请问现在是几% 这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知道 家里有多厉害 应该是讲说 其实现在的那个 录取率跟以前 我考试的那个年份 比较不一样 我们以前是 总平均要几分以上 现在叫几格制 就是说你一科几格 它可以保留四年 你只要在四年内 把全部都考上就好了 所以这个对于 可是考上就好 要考上也不简单啊 它有录取率 这种几% 但是这个对于 就是有在工作的社会人士 在准备考会计师 至少他还是 有这个压力不用那么大 你这张证照 是很多的证照里面 是唯一几张 我认为考上是可以职业 像医师有医师的 执照 那个该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证照 是考了不见得会用得到 你这张是 考了是可以工作赚钱的 这不简单 因为你会计系的目标的证照 就那几张 他考很多呢 你来看 我练给你听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请的会计师 他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个 他除了会计高考有过之外 他很厉害是有什么 他有自己的 FB嘛 很有名 就是香港移民大小师 对 我有那个 移民专业人员证照 然后另外也有去考 那个企业评价师 其实我们可以 做的专业是很多元 他可以跟 不一定在台湾这边 会计可以帮国外的 他在跨国 有公司也可以做会计 应该说就是来台湾投资 对的这一块 分公司啊 办事处啊 他还可以帮他找人 可是问题是 他可以帮外国人找台湾的房租啊 地租或是找人 他做的事很多 就这个领域 他很有名 可是我觉得嘉宇 因为他从毕业一直 我看不管在公司工作 或自己开业 一直都是这个 所以我真的很想问问他说 到底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适合走这个行业 然后走了这个行业之后呢 有没有什么你特别要建议大家的事情 我觉得 当然创业跟那个 一般工作 可能就是还有性格的差异啦 但是你说 要走商科 或者是做其他的什么相关客戏的话 就是 我觉得是看自己个人的 个性跟喜欢是什么 那因为会计给人家理念 我们说基本的 假设记账的部分的好 你就是要坐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面对很多的单据 你要把它归类 归类以后你要入账 入账之后 可能还会有遇到要报税的问题 对 你要面对客户拿一个垃圾带说 感觉要很细心 因为 你这个我不是开玩笑 我没有办法 听这个领域的 这个会议是 他真的揉了很 你知道那发票的时候揉很烂 他们还一张一张打开来 而且他很会找查 就是知道错误在哪里 所以个性是要非常的 专注很近 要很有专注力 那才有办法做到 就是说如果你是 你是活泼 很活泼外向 你是坐不住的 坐不住的 然后就是你的个性是 你喜欢面对人群 那个可能就 比较不适合在 可是我觉得你很活泼 能够面对人群 就是因为它是 属于开发型的会计 不是就在家里做会计 没有 它可以拜访客人 那个是创业养成 创业养成 其实 我觉得说 我们工作到一个年次以后 最后我们一定是要有 有新的阶段目标 对 还有个人品牌 那嘉宇的意思应该是说 在前面那一段 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 你必须能够耐着 打底啊 对啊 你要耐着做性质啊 很多气管系的学生 他们也去做这种 记账工作 他就会抱怨说 老师我每天都在数发票 你有这种日子吗 一直数发票 数到很痛苦 然后不想做的那种感觉 有吗 有曾经过 我们都是过来人啊 包含我以前 刚出社会就近视 后来近视大了嘛 对 我说我在文化上不了 念研究所就上了 上了了了 那去视大去查账的时候 也是这样啊 你近视大已经考上会计师了吗 考上了 那时候考上才有办 OK 念研究所的时候就考上了 那就很厉害了 那我们在查账的时候 也是要面对 每张单据一个月查 可是我觉得是说 看你用什么心态 你把它单 你把它想成是一张发票 它就是一张纸而已 你把它想成说 这间公司 它在营运的时候 它都要付什么费用啊 它这个单据什么 是什么 所以你看 我觉得是看每个人 去怎么去想它啦 那我自己以前去查账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好奇说 哦 那个 原来它几乎 这个费用花很高 那租金厂房 大约租金费用多少 那那个工厂的 员工人数 大概多少 那其实这个 就算我那时候 还只是一个 小小的一年级去查账 你真的有心想要去了解 这个企业的那个 都还是看得出来 所以嘉宇从这个 他的出发点 去查账就不一样 心态就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他可以做这么多家的 独立董事 我们来练一下 他嘉宇会计师 他除了做会计师之外 他还是 自身科技 北极国际 跟原盟国际的 独立董事 原盟只是董事 董事 对 原盟的董事 从这边可以看 是因为这样你可以 怎么样可以接到 这些独立董事的case呢 对会计师来讲 这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怎么会是接case 那种 尊重嘉宇的专业 邀请他 因为可能 可能嘉宇在 财务这一块的专长 对 因为读董 他有读董的任务 对 没错 读董有读董的任务跟责任 可是他刚才的 出发点很好 他是说他不把它当发表 他是想要知道 这个公司的秘密 到底钱都花在哪里 可以做一个分析 跟讨论 他夺赚这样子 所以 这个我想也是嘉宇 能够成为读董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对 因为他可以抽丝剥解 后来 因为你后来 就是工作几年后 你要必须要 有经验的判断值 那其实就是在事务所的训练 因为我后来是到业界 上市贵公司 那那个我们在担任主管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对财报的判断 跟规划 对 那我想知道说 在做会计的过程中 这二三十年来 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 是什么 阶段这样子 就是你整个 不管从创业 或是你做会计 就是从头开始 都是因为你很专注 在会计这条路 有没有让你觉得 哪一个阶段 但是你觉得很难忘 真的是很痛苦 然后你可以度过 那一段你就蜕变了这样 我们应该是讲说 会计的它的价值 是在于说 它提供管理的工具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然后在于提供管理的工具 是跟管理者 它怎么样的决策 那个我就觉得学到很多 尤其是我在上市公司的时候 那当然你会面临到说 集团它的角色怎么走向 我要不要到大陆设工厂 那我这个研发中心 设在海外 那光平这个财务报表 能够帮助什么 它不至于说到痛苦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遇到很多状况 也遇到很多挑战 跟老板之间的想法 可能不一样 这应该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曾经 像我曾经也背负一个责任 是我要到大陆设工厂 然后从找地 然后去抓个工厂的预算 我投资金额 然后我要在哪一个县市 然后那个县市的政府 它可以给什么税务优惠 因为你可能想到 要规划的层面是非常广 所以这一段是我觉得说 不要把自己局设在 你会计只是记上这一块 它可以做的东西 其实是真的很多 其实会计 其实我们讲说事业里面 我常常讲说 跟大家建议 那个顺序调一下 叫做财销人发产 大家常顺口六是念 产销人发财 听起来就是要取那个人发财 其实很多人都把财 摆在最后一件事情 可是不管是创业 或者是公司营运 第一件事情 还是要以财务的数字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预测 或者是推论你公司结构 或成本之类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是第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瑞伦讲得非常好 还有我还是讲一件事 可能会让瑞伦很羡慕的 你先等一下 我刚刚那件事情 人格特资 一定要先问完 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次会计来插我公司的账 就是某一些计划 我就看到那个会计师 包括那个助理 我站在旁边 我跟你讲 那个是什么情形 他们看一个账户是这样子 那个报表出去 这是他们的习惯 可能也是规定 红笔要一个点 一个字一个点 对啊 然后就是代表他有看过 就跟老师改作文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严肃 然后我都觉得 你以前SBIR申请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在旁边 我都屏住呼吸 你知道吗 我都很怕 等一下他突然不点了 然后 你背过了 对 因为你知道吗 你讲的应该是去 盘点的时候吧 查账盘点的时候 对 就是 反正不管有什么和销 什么的 对 就是我们讲说 会计师签证 那我想问一下 所以你里面的员工 或者会计师 你的个性 因为有时候 客户会跟你打哈哈 不要了 这个就当作没看到 所以你们的个性 是不是要有一点 就是类似公正不二 或者是 那个要怎么形容 他真的有 那是瞎里型的 他真的是公正不二 我的意思是说 走这个行业的人 要不要有一点这个特质 没有啊 那是因为我们要 签证我们要背那个责任 这是工作 对啊 这是责任嘛 对啊 因为以前 嘉宇常有跟我讲 一个观念说 如果他们没有做好 他会被撤销那个执照 是吗 就是说他们 最大的风险 对 所以他一定要做 我都可以想象 吃饭的工具呀 你们两个有时候可能会 因为师会 他是比较走大方向的 他有时候说 没关系 这样就好了 我不会 我很听话 你可以问他 他说他怎样就怎样 但是我跟你讲 他是真的走大方向 我超听话的 一位会计师都很看细节 你看那个数字 都在看那个很小 那差一个数字 都不行的事情 他们要干嘛 我就OK这样子 我就要把我的事 做对象 没有 师会有个好处 他一定尊重专业 对 我很尊重专业 可以回答那个瑞 好 对 自己就是耐心 耐心 就是 有的人的个性 他比较喜欢哒啦啦 他不喜欢注重小细节 就会在数字上面 他可能 就数字来说 对他来说就小细节了 对啊 有时候就是 一张发票十块钱 你十块钱都是发票 我就会跟嘉宇的 那个下面的人说 那这张就不要算了 我也忘记了 我就是这样 反正没关系 那就算了 我自己知道是因为 接下来我公司的张 我们公司规模不大 所以你知道 老板有时候 必须兼任财务长的时候 会计师会打电话 黄先生 你这一张 是买什么的 因为有时候 他不是质疑你 因为他要做会计 分类 分类 那个科目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是列入进货 跟列入你的费用 又是 分类就是两件事情 虽然对我来讲 都是花十块钱或一百块钱 可是对他们来讲 分类不一样 这会影响到后面 很多的数字的表现 所以我们其实 其实以前我在业界的时候 当主管的时候 一样就是部门送来的 那个发票费用 我们其实都会 往前先做教育训练 就是我们先教导说 你这个是什么原因 会影响到什么 所以会先去沟通说 哪些东西要先分类 好 那我觉得就是 企业主他们 学到这个东西以后 知道了这个观念以后 就是自己的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价值 不是只在于是记账 或者是签证 而是在于它背后 延伸出来的辅导跟规划 才能够真的有帮助到企业 对 因为我刚才讲说 采销人发财 你那个财务的数字的 推定推论 跟你用什么基础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 你去看待整个公司的净利 因为很多事情 对啊 那个策略就不一样了 对啊 策略就不一样了 对 没错 很多人说 看上市规公司 也有人 上市不知道哪一集来 财报也会造假 但它不是真的造假 它是技术性的调整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设备的折旧 它可以平均贪患 它也可以什么什么贪患 你知道每年的那个费用 就不一样 分三年或五年贪也不一样 像我们的餐饮店是分三年贪 有的分五年 所以我们要有一期来谈专业知识 但今天我们对家喻比较有兴趣 因为我们一直很想知道说 我觉得都是谈专业的 前半段已经好扛给大家了 接下来我们是要转一个 他个人的话题 让你很羡慕的地方 很羡慕啊 男人最羡慕的 娶到蔡嘉宇这样的老婆 是好命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啊 发生什么事情 蔡嘉宇一个人养活一家人 有没有 有一个 不要这么说 就是说有一个 我老公贡献也很大 有有有 就是他 他就是 他跟他老公先前在电子业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出来创业 我想知道这个心度 就怎么样 让你觉得你可以出来 而且两位还在知名的上市公司 他老公在帮他 打理最重要的事物 对 他人生最重要的事物 不是帮我啦 互相合作 互相合作 对 就是他可以带着他老公出来 很少有这样 我们最喜欢访问那一种 从大公司离开 因为主持人 真的他是从大公司 最大的往通厂 然后 我也在找那种同温厂 重点是他在把老公带出来 这件事 我老公就不会跟我出来 他就觉得我很不稳 所以男生要跟着老婆出来 一定是这个老婆做的事 让他深信 觉得他老婆真的很厉害 可以 他可以相信他老婆 可以给他一辈子的幸福生活 他才会出来 我们最近访问的来宾 越来越多这种夫妻一起 起心打批 我们访问了好几个夫妻党 对 算力交官也是 跟他太太 也是这样 应该说我们 我从创业的时候到现在 是我们可以一起做了 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错 但是这个故事讲一下 如何从那时候 可以讲嘛 在大公司 对 他们是同事的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法 工作两个 应该都主管职 工作很稳定 对 薪水也很好 发生什么事情 我小朋友生完的时候 请完育婴假 先讲一下 小朋友是很不容易出来的 所以他们重视小孩教育 这样子 对啊 我求职七年了 七年求职的过程 对对对 这是一个艰辛过程 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 我们先回到这一段 对 从公司离开这一段 对 那因为 刚刚有讲说我以前在四大事务所 到各个产业查账 然后后来到了业界 那一个转折 那一个转折点是 我小朋友 我生完育婴以后回去 那我还是回去上班 那一段时间 当然因为小朋友年纪小 所以可能在组织上面 有做一些调整 那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我之前在事务所的时候是 我觉得我在服务客户 然后帮客户解决问题 得到那个成就感对我来说是蛮大的 因为我以前 我做蛮多是服务业 我讲服务业是说 我在以前念书的时候 我就会到补习班打工 当讲师 那那时候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我把他教会了 我就有成就感 那在事务所 我帮客户解决的问题 不管是出了财报啊 或者是查账啊 或者是沟通经验的时候 客户对我的感谢 我那时候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那生完小孩 我一样在业界的时候 当然就是说公司有遇到 就是一个组织稍微的调整 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有想到说 当我在十年后 我一样在公司的时候 坦白说 公司也会面临到说 这个 这个主管的那个performance啊 或者是你未来 然后几岁面临退休啊 这样子 那我一直 当妈妈有小孩 可能也会家里比较忙 有时候 对 就男女有一点不拼的时候 在职场上可能就 对啊会面临这个 你花的时间就 不会是 你当初原本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的 那么 工作时间没有那么长 因为要带小孩 对 那我就觉得说 我很喜欢当初在事务所 那个服务客户 或者是说的那种感觉 我就一直跟我先生想说 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趁我还年轻那时候 快40岁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就是让我试试看 当然是有跟我先生沟通啊 因为还有经济 创业起头难嘛 但是真的是从零开始嘛 因为我不是一直在事务所 我几乎大半时间是在业界 我出来我其实也没有客源 就是也没有事务所的那个人脉 其实我断了好几年了这样 那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真的很想试试看 那当然就是因为经济上的考量 就只能 我就是我先出来 然后我先生就是继续 要有一个 先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对 那我是 所以那时候大概是40岁左右 对 应该是2016吧 1314左右 201314你就出来了 因为我预见它是2018 8月30号 你知道我的那个密码 是用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 你有必要在公众节目上 公开密码吗 对啊 你讲完等一下 你等一下又要去改密码 孙嘉宇就知道 这叫姐妹情 就是用认识的那时候 你可以了解我是一个浪漫的人 我对你也会很好 你放心好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聊 跟思惠是怎么认识的 我来 我先帮这位我的partner预告一下 这个你看她的业务力有多强 她所有的供应商上下游 说都可以变成好朋友 这就是很多业务力 我们请大家呢 记得2月底的时候呢 陈思惟小姐 2222 新书准备 2月22号 其实我后来创业的过程当中 某部分的个性跟思惠蛮像的 就会在一起都是磁性有一点像 对 那其实是一个女强人型 因为我 你知道创业 我服务客户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单纯 就是说 我服务你 不管是记账查账签证 或是什么工商案件 但是 我能够帮你做到的 有哪些 然后提供附加价值 而且我觉得我的个性是不放弃 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是说 当初我们有客户 一开始是付FB广告的时候 Facebook广告的时候 是要被课税20% 因为那时候他还是境外公司 那后来太多 然后国税局就开始在查 那个扣角 百分之十没扣角的部分 公司被查了很多 后来就是FB就找了事务所 去帮他 那个税率变成6% 那我的客户来请我帮他做 退税的这一段 那一开始没有什么人做过 所以我们在送件的时候 其实 当然就会遇到一些状况 你那个那一题很难 境外公司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留到知识题是吗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很难 其实包含 因为有些东西是简单的 很多一般坊间 会计师事务所都会做的 但有时候有些题目比较难 像你那一题对我来讲 我根本直接放弃 我都不晓得说 我对境外公司那些费用 我要怎么去报 没关系那一题 你留到我们之后知识性 然后其实我的客户都可以 稍微理解说 我的个性是 比较会坚持下去 当然就是说 这个过程会遇到什么状况 我都会跟我的客户讲 那这中间就需要一个信任感 对 我觉得跟 尤其处理你公司账务的 的会计 或者是记账 保持一个信任感很重要 因为 其实有时候很多人是 像 我相信这种关系很难维持 为什么 因为很多公司在执行的时候 也不是说他要造假 他就是很难 那个账目上就很难 去符合真实的项目 对 所以有时候是 就倒过来 就是会计师可能不见得 你讲的是真的 你真的 这些真的是拿来进货 对 所以因为嘉宇 他就是他先天 我觉得他有一个热忱 就是说你跟他聊天 那时候我 就是想要开公司 那一天我们认识 那时候我打电话到 运洋会计事务所 就是他借 他的声音 可以让我感受到他的热忱 他会为我服务 一辈子 然后呢 我都会很安息 所以我就找他 请他做我的会计师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对 就是 诗会公司的这个 一直合作到现在 而且重点是 那时候我就要他出来吃饭 他人也蛮好 就出来吃饭 而且我们聊到很开心 然后那时 听说 对啊 就是想说 跟会计师变姐妹是吗 对 因为有时候找会计师吃饭 有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目的 因为 所以我的密码是 你 我们那天认识的 但是我还是要帮你们的话 翻译给听众朋友 就听众朋友要听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给 市面上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不管是记账事务 会计师事务所 你 我常讲 创业登记一家公司 你可以自己都把它办完 可是你每个月 一定有基本的消费 2500 其实它是一个range 因为各家收费 不一定 规模也不一样 还有对 行业交易 因为我刚才有事先问过 包含处理你的比数不一样 你拜托 你拿一张发票 跟1000张的价格 那个工会不一样 但会有 会有各家自己计算 但是概念上来讲 就是2000啊 2500啊 3000啊 我先讲 刚开始我成立公司 没有什么营业项目是空的 重点是那天 我们两个聊得够开心了 我们直接 我就说 家瑜 既然我们都想要 他是会计师 我可能对餐厅有兴趣 那我们再成立一个部落格 我们那时候 吃饭吃一吃 就打开电脑 直接想好一个名字 就成立小师傅妈妈部落格 因为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跟思惠 就是说 除了在工作之一 我们会去想说 我们在这个工作 可以带来的社会贡献是什么 然后我们那个部落格 其实像 我会很认真跟思惠讨论 是因为 我很多朋友来跟我讲说 他没有办法去 他下个月的 那个生活开支的钱 他付不出来 问我怎么办 然后教我 教他怎么理财 然后问到最后 才知道说 其实他自己 对于家庭的这个理财规划 他没有很仔细的在做 那我觉得 我可以贡献我的专长 给大家的话 我觉得是很乐意 执行力这件事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真的 就立刻做了 第二刻开了 然后你知道 我觉得我们也够lucky 第二个月就有人 来找我们上节目 对 那时候是第一个 就是好像进周刊嘛 然后采访他 就是录一个影片 怎么做省钱 这件事 对 记账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说 我怎么样帮我的 我会的知识跟专业 贡献给社会 然后就算是只要一个人 两个人 他看到 他会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就有帮助到 就跟你做直辈真一样 对 就跟那个 这个影片 对 我觉得那个是完全是 运用 把自己的专业 再能够做 知识性的分享 让大家能够 避免掉一些 踏到一些累啊 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从此看到 嘉宇是很有爱的人 有有有 这一点是 因为我刚才形容了 会计师都那种 很严厉的眼光 这样子 可是是工作 他有参加很多 善心活动 这可以跟 他应该是 会计事务所 有去做一些爱的 志工活动 就是公益活动 但是我刚才有听到 回到刚刚那个 求子七年之路 他为了求子 也花了很多精神 包括也 做了很多 类似于公益的事 这一段 要讲到我要哭 很多女生会觉得 讲到他们心砍一句 现在是一对双胞胎 小学 龙凤胎 龙凤胎 可是我之前一开始是 被医生判断说 我可能 就是我第一次去找医生 被医生判断说 在三年我就要更年期 等一下 那时候你才几岁啊 为什么会在三年 这是什么啊 为什么 什么叫做在三年就更年期 我的努力是打破 医生对于教科书上面的 你这一段我不知道 医生有跟你讲这句话 我今天才知道 你那个年 你现在都不见得三年 可是那时候才三十几岁 为什么他会说 这是什么病呢 因为我抽血 我抽血出来的MH很低 因为你知道我们 在事务所加班那么忙 但我要先说 我现在我的事务所 我不会让员工加班成 那么忙啊 因为过去经验 对 那以前就是加班之处多 然后 园区的工作也忙 那我们想求职的时候 其实很直觉 就是说好那我去做检查 对 那检查是因为说 后来我动了一个手术 其实我的故事 我都有在网路上都有写 我动了一个手术 是让我的一边卵巢烧掉了 导致于说 我即便是做人工试管 我的成功机会也不高 因为只剩一边 对 然后抽血的一个书 卵巢库存量值就很低 那时候医生跟我说 我可能三年后 我就会更年期 对 那一开始就是 那时候几岁呢 三十五岁 很年轻啊 不到啦 三十二 就三十初就对了 医院刚好那天下雨 我已经忘记 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 所以那时候三十初而已 应该是也刚结婚没多久 结婚 但那时候 大概结婚两三年 才预计要生 所以那时候正青春年化的时候 对 就开始努力了 而且你应该是蛮期待 有孩子的妈 对 我跟我现在都很爱小朋友 对 是有母性的 对啊 那刚刚有讲说 所以我后来做了什么方式 其实都是失败 人工试管 然后那个试管也做了好几次 取卵也失败 就是你没办法完成一个疗程 而是你中间 你可能打了很多排卵针 然后中间就卵没熟 或是卵跑掉 或是月经来一定想哭 我先生都很有经验了 只要我进去做手术 十分钟出来就知道 没成了 就是没有取到卵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 我做了很多疗程以后 跟医生用策略性的方式 后来成功了 那我因为医生曾经说我很困难 我那时候就发了 心里默默发了一个愿说 如果我能够把我的那个经验 分享给朋友们的话 他们其实可以在求职过程当中 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少花很多时间 少花很多金钱 对 那我们后来就跟当时的 那个网路上认识的朋友 就成立了网站 那我们就是做一些分享 比如说这个分享有很多啦 因为我其实研究到什么 中医啊 西医啊 要运动什么啊 要怎么样养卵啊 吃什么啊 对身体有益这样子 那我们就去做分享 然后该找医生的还是要找医生 类似这样 那当然就是说 我也很谢谢说 我这样努力去回馈 然后去帮助朋友们 那有一点 也是有点福报啦 那就是成功用一对双胞胎 龙胞胎这样子 现在这些资讯 网路上还找得到吗 其实找得到 但是因为我后来 我后来就是 那快将近十年的时间 因为我求孕七年了嘛 那快将近十年的时间 因为一些原因 后来我就是决定说 我自己出来创业 事务所这一段 就是回过我的本业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一段的时间是 我把我比较大多的心力 是在求职跟去帮助 需要求孕的朋友们 这样子 对 那你的资讯是 分享在网路上嘛 对啊 所以关键字要打什么 关键 他想要介绍 不是 因为我相信 现在很多听懂 他可能 因为你既然这是 善的分享 对对对 没关系 如果我们找到的话 我们再放到 你再放在那个下面 下面再连结给大家 对对对对 我再给瑞伦好了 对 这样子让大家 但是我觉得那一篇 七年求子之路的 那个网路文章 可以连结给他 跟大家分享 读读一下 我告诉你哦 看了会流感 那篇求子文 是我先生写的 哦 不是你写的哦 哇 你先生 南国文先生好伟大 他写的 他写的 哇 他写的 看得出两位 真的是很爱小孩 嘉宇都泛了泪光 在讲这个的时候 你知道他现在 对他的孩子就是 有一点就是帮孩子 做一个日记 就是从小到大 成长日记 很细心的在记录 那我这有朋友 是更细心 他是把以前 求运的那个 打的针啊 什么收集拍照片 或什么的 我倒还没有这样子啦 但是他对他的孩子的 教育真的很特别 我也去 会比较在意啦 因为就是 花了蛮多时间的嘛 那我觉得说 我们唯一要把自己做好 就是自己的下一代 要先教好这样子 他有帮他们摄影 然后拍照 然后做 比如说现在学什么才艺 两个人在打乒乓球 看了我都觉得 哇 这两个好可爱哦 日记日记 他有做小孩子 成长日记的 我觉得在专长 在财务这一块人 其实真的有这种 特性 因为很会规划 对 我觉得 不管是 你规划 不管是财务 还是对家庭 对小孩 其实这一块的规划 应该是说 我的规划 有点类似像 训练出来的 就是说 当我们在 就是公司的会计 或公司 你财务主管 你必须要帮公司 要会规划 你不规划 那你每个月 要发薪水 有没有 你接下来要 遇到什么支出支出 你必须一定要先规划 然后你的现金流 你才有办法做 营运周转 我就把这个规划 运用在自己的 人生上面 人生上面 对 那我相信有很多 其实很优秀的 同学学生 而且到国外读书的 他们其实对自己 也很有规划 所以我现在知道 学财快的 这个领域的学生 马后尾没学 没有娶一个 学财快的女生吗 对有一个 不是 我是说现代的学生 如果要学 他有多一个边际校益 就是他的人生的规划 因为这是一个训练 对 对爱的关系 因为嘉宇做了很多好事 我觉得老天爷 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回馈的 我觉得人 你不用一直期待的 被回馈 但是你做好事 自然会 对啊 你看包含求职之路 虽然很辛苦 七年 光是打那个排卵针 我男生听到 知道那个都是 很痛苦的事情 而且他各种 各种都做了 我觉得你老公 写那一篇的原因 是要感谢你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这样 然后他说 他老公就跟他说 我看你这么痛苦 你就不要打 他真的不打了 然后现在也会后悔说 为什么那时候 他不再坚持一下 可能就有孩子了 我觉得你老公 是看你这么坚持 写的那一篇 是要感谢你 对啊 他那一篇 真的写很棒 今天很开心 我们认识了 孕阳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嘉宇会计师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中间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会计师平常 是很犀利的 衍生是足重细节 但嘉宇是一个很有爱的 很有 包含很有母性爱的 一个会计师 然后我们也很期待 就是嘉宇 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专业的知识 今天听到一个 有爱会计师 我们很期待 就是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期待再有一集来 下一集他教大家很多 会计知识 应该是说 我希望我的工作 给大家是有温度的 对 他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生活需要的会计知识 从这一集开始 我就可以感受到 会计师其实是很有温度 因为他是帮你的公司 或者是帮你的个人 希望你更好 以后看到会计师 不会紧张了 不会 我只要想到嘉宇 我就会很温暖 你就把会计师 当作是你的partner就好了 这是真的 他就是你的伙伴 师会的方式就是对的 对 好 来 到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子 爱你 好吧 我们嘉宇 我们跟大家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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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